锂电池热失控指的是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 由于各种原因,其内部反应失控 导致电池内部产生过多的热量 使电池温度不断升高 最终可能导致电池发生爆炸或出火等安全事故 锂电池的热失控一般是由电池内部的 短路、过冲、过放、外力撞击、高温等因素引起的 为了避免锂电池热失控带来的安全风险 电池制造商通常会在电池内部设置一些安全机制 例如过冲保护、过放保护、短路保护、温度保护等 以确保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此外,用户在使用锂电池时 也应该注意避免电池受到外力撞击 避免长时间高温环境下的使用等 以减少锂电池热失控的风险 一种常用的方法是通过监测电池内部温度 电压、电流等参数来判断电池是否存在异常 例如,当电池内部温度升高过快或超过了一定预值时 就可能意味着电池内部发生了异常 存在热失控的风险 此外,通过对电池进行物理性能测试 例如电池的冲击、震动、穿磁等测试 也可以评估电池的安全性能和热失控的可能性 另外,数值模拟也是预测里电池热失控可能性的一种有效方法 数值模拟可以建立里电池热传递和化学反应模型 并利用电脑类比电池在不同工况下的行为 通过数值模拟可以分析电池的内部、温度、电流分布、化学反应等参数 进而预测电池的热失控风险 并指导电池设计和使用的优化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可以通过一些方法预测离电池热失控的可能性 但这些方法并不能完全保证电池的安全性 因为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是非常复杂的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电池的热失控是一种难以完全预测和控制的现象 需要注意电池的使用和安全防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